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讲述除魔的神话电影 中奎扶魔,血妖魔灵 圣唐时代,人魔仙三足鼎立 五千年轮回即将来临 玉皇害怕魔界趁机生事 所以派遣张道仙去到人妖交界户都 帮助户都度过此劫 而此时凡间妖魔已经开始残害人间 一片农田里面出现了一群魔物 书生中奎因为一场意外而丧生 此后被张道仙所救成为了半人半魔 此后他便听命于张道仙 为仙界除魔未盗 因为仙界的人进不了魔界 于是半人半魔了中奎去魔界偷到了魔灵 魔灵里面装的都是户都百姓丢失的魂魄 到了轮回之际百姓就会获救 张道仙传了一套秘法给他 只要一开秘扇 他便会变身成妖魔形象 功法也会大大增加 张道仙告诉户都的百姓 有了魔灵 七天后他们的羊魄就会归还 众人如众星捧月般跪拜张道仙 这时一对妖魔假扮的商户进入城中 钟奎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因为里面有他的旧情人雪儿 雪儿是一只雪妖 但雪儿却极力否认认识他 原来钟奎生前就认识了雪儿 钟奎对雪儿一见钟情 两人原本一往情深 但却被钟奎的一句人妖殊途给斩断了情缘 伤心至极的雪儿因此离开 并将自己冰封起来 时间线回到现在 雪儿带领着一群妖魔在户都进行表演 准备利用这个机会诱惑人心 钟奎识破了雪儿对他的诱惑 他立马赶去查看魔灵 却被变身的雪儿攻击 一兵一伙两个异形人打了起来 雪儿的手下趁机拿走了魔灵 却发现只是一个空盒子 原来魔灵已经被钟奎转移了 而张道仙也在众人面前 揭露了雪儿异形人的真身 张道仙逼迫钟奎杀了雪儿 钟奎对雪儿救情未了 他求张道仙放过雪儿 张道仙愤怒地同意了他的请求 并一箭刺伤他 让他以一换一 这时魔戒为了抢归魔灵 对护都发动了攻击 受伤的钟奎掉入水中 在一片混乱中被魔尊救起 张道仙让他杀掉魔尊 他却没有动态 他还闯入天牢 带走了被关押的雪儿 雪儿带他去了魔界 没想到魔尊跟钟奎长得一模一样 魔尊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一切都是张道仙在背后搞鬼 魔灵吸食魂魄 全是张道仙的主意 目的是利用千年魔灵来毁灭人类 然后坐上玉皇的位置 魔尊知道后便停止了吸食魂魄 但因为释放魂魄 雪儿便会灰飞烟灭 所以魔尊一直没有打破魔灵 魔尊将自己的能力传给了钟奎 钟奎当然不愿意相信魔王所说 他跑去找张道仙对质 这才知道原来魔尊所说的都是真的 他当众揭发张道仙 没想到百姓全都维护张道仙 将他当做了救世主 而张道仙也逼迫钟奎变身 让百姓全都以为钟奎是妖魔 就在百姓要抓住钟奎时 雪儿赶来救走了他 但钟奎也因为受到背叛而暴走 好在雪儿让他冷静了下来 张道仙很快就利用魔灵继续吸食百姓的魂魄 钟奎和雪儿即使赶到 但没打两下 雪儿就被张道仙封住了 钟奎凭借着魔尊传给他的法力 将张道仙暴坐一顿 张道仙被当头逼中 瞬间爆裂 而雪儿最终也没能撑住 在钟奎怀里化为了雪花 钟奎最后释放了魔灵里面的所有魂魄 魔也能成为拯救人类的英雄 所以不要以一个人的外表或某种属性去界定人 好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